接下来就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4月18号召开完法说会 结果修正的对于整个产业的展望 看法是比较保守的 当时股价800块钱 一路的两天跌到了740块钱 很多人现在回头去看 如果你在这边赶进场的话 这一波的涨幅有110多块钱 报酬率有十几% 即便最近又拉回修正了 外资没有改变对它的看好 最近各大外资我们整理出来 对于未来12个月台积电的合理股价 还是上看千元900块钱的都大有人在 如果外资持续的看好 最近又适逢股价拉回修正 到底会不会错过这次进场的好机会 但是你说台积电现在就算拉回 但是还是好贵我也买不起 怎么样透过ETF来搭上 未来的上涨空间 进了我们请您上台来 台积电现在贵不贵 现在的股价或许对人家来讲 很多的投资人来讲是有点贵 但是如果你展望未来 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的台积电一点都不贵 首先在谈台积电之前 先跟大家来检视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 你在今年以来股票的一个操作的绩效 因为根据前阵子有一个报载 就是今年平均每个股民 他的财富是增加了75万元 所以按照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必须得重新的去调整 先前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你才有办法搭上接下来一个大行情 那这个75万怎么算 其实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 就是假设你现在股票的投资的部位 有420万 那今年因为大盘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已经来到18%了 所以420万乘上18% 就是75.6万 所以如果今年你的股票部位 有来到420万 但是你没有赚到75万 那真的该打屁股 那你与其去这种主动 每天做很多的功课去主动选股 那你还不如乖乖的去买连接 市值型的ETF就好 因为它就能够创造18%的一个报酬率 这是第一个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第二个是证交所的统计 其实跟去年年底相比 因为我们台股的总市值 增加了9.55兆台币 所以如果以现在目前台股的总开户数 是来到1272万户数来看的话 9.55兆除以1272万 它就会得出每位股民 今年平均赚了75万元 那这个当然这样子的计算方式 很多网友会有一些意见 就是又什么要用平均值呢 但是因为它的统计数是来到 12720万总开户数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参考的价值 那但是虽然平均的每位股民 今年应该可以赚到75万 但是有个很现实的状况 如果扣掉台积电 平均的股民获利只剩下28万 也就是说你手中要有台积电 你才跟得上水准 你如果没有台积电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达到平均水准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台积电是今年明年甚至后年 大家台股投资的标准配备 但是如果你觉得台积电 一张800多块太贵了 没关系 我告诉大家 可以参与台积电的行情 但是一张股票价格 只要12000就有了 谁 有这样子的ETF吗 有稍微把大家整理出来 整个台湾的这个含基量 比较高的这个ETF 那含台积电比重最高的 就是0052这个富邦科技 它的台积电比重是来到60.63% 它近半年的涨幅是36% 那它比0050还要更高 对 那它5月21号的收盘价 是161.65元 那第二个刚刚驻华讲到 0050它的台积电的比重 是来到52.19% 它近半年的涨幅 也来到了30.49%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就买这种连接市值型的ETF 你的半年来的报酬率就三成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的 去主动选股在那边假老 这很多时候还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那另外这个00692 这个富邦公司治理 它的台积电比重是43.92 那近半年的涨幅也来到27% 那它的股价就相对亲民 你看0050是167块 但是00692只要39块就好 那第四档是我先前 在非凡的节目中有跟大家介绍这个00922 国泰台湾领袖50 顾名思义它也是买50大 跟台湾领袖的相关的一些公司 那它台积电的比重是来到34.18 那近半年的涨幅是26% 那它的股价就亲民很多 只要19.92元 那另外像00881 股价只要22块 台积电的比重是31% 近半年的涨幅是31% 那另外一档这个00923 群义台ESD碳50 这顾名思义就是买50档 它低档的一些主要的成分股 那目前的收盘价是20块 所以一张2万块就有了 那台积电的比重是30% 然后近半年的涨幅是26% 那所有含基量最高的ETF 股价最便宜的就是这一档 00905 非常的亲民 这我们也常常举例 跟大家来介绍怎么选股 对 这个是FT台湾Smart 它目前的股价只有12.68元 那台积电的比重是三成 也蛮高的 那近半年的涨幅是28.24% 所以我真的还蛮鼓励的 如果你真的台积电觉得太贵 买不下手 那你真的可以试着 从这个含基量比较高的ETF 去选择你投资组合的一个配备 因为我认为接下来的这几年 台积电真的是所有股民的标准配备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呢 其实也是这个台积电 给我们的三大启次 就是台股的投资的标准配备 是因为好的公司 会帮助投资人四通八达 什么叫四通八达 这衍生的意义就是 它的四月份的营收行 股价就会发达 那这最近还蛮明显 四月份营收表现很好的一些公司 他们的股价就相对的 整个大盘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势 那台积电四月份的营收 都是来到了2360亿元 年增多少 59% 你可以找到一家这么大股本 这么大营收规模的公司 它的四月份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59% 这不是中小股票 这是大型的股票 它不只创下史上最强的四月份营收 那当然也激励了台积电 它的这个四月份营收好 股价就会发达的一个条件 那当然四月份的营收年增 59% 它不会持续的下去 我认为接下来会稍微趋缓一点 因为根据台积电本身的 一个法术会的目标 他们预计2024年 今年的营收的成长的高标 高标大概是落在26% 所以应该接下来 这个今年1到4月份 台积电的累积营收年增率 大概就是26%左右 所以现在目前到4月份为止 台积电的这个营收的成长的轨迹 完全符合公司内部的 财测的高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么好的公司 你怎么能够不去拥有呢 那除此之外 台积电他们也公布了 他们的鼓励 就是他们的从2024年的Q1的鼓励 将上调到4块钱 那较原本的3.5块 是上扬了14% 那我个人认为 你投资台积电 不只未来会有所谓的价查的空间 他的鼓励的配发也会越来越好 而且在越来越好的过程中 可以帮助投资人去创造出一个富贵 稳中求的一个条件 怎么样印证他接下来的配息会越来越好 那当然就是来自他的营运 会出现走生的状况 那台积电营运走生的状况 第一个高峰期会落在哪里 对我来讲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2025年半导体将大爆发 这是去年6月13号 去年6月13号 2023年6月13号 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讲 2025年半导体大爆发的时候 我相信祝阿 想说今年才2023年 你再跟我讲 2025年半导体会大爆发 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从 所有的客观数据来看 不止台股的多头还没结束 甚至2025年的半导体 都将出现所谓大爆发的一个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2023年6月13号 当时台积电的股价 593块钱 都很怀念 那我们甚至还在先前的节目中 跟大家讲台积电的便宜价在535 其实它都有两次三次的时间 让你买在便宜价 那一旦错过了便宜价的台积电 它就像是过站的火车 一路的往上走深 那如果这个2025年 台积电的这个获利会大爆发 那台积电的获利会大爆发 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从财报里面 或许可以找出一些答案 那这张图是台积电 从2020年到2025年的 这个EPS跟现金鼓励 蓝色的是EPS 红色的是现金鼓励 那台积电的2022年的EPS 落在39.2 那2023年 因为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出现了 一个比较明显的衰退 所以台积电的EPS 也衰退到这个32.34元 但是到了今年 2024年 所以这整个半导体 景气开始复苏 那我们看到台积电 今年1到4月份的 累计营收联征率 是来到26% 所以我们认为 今年台积电的获利 有机会来到39.31元 它会改写这个2022年 39.2元的这个历史最高的记录 那这个39.31元 它不是一个天花板 它未来会成为地板 那因为到了2025年 我们从现在目前台积电的资本支出的规划来看 那台积电2025年的EPS会来到46.9元 这是你说的大爆发的一年 对 这是大爆发 所以台积电的EPS来到46.9元 那相当于先前的这个获利 大概是出现跳升的状况 它不止它的EPS出现了大爆发 它的鼓励也采取了一个蛮稳健成长的 那先前的台积电的鼓励 从原本每季2.5元 上升到3元 之后上升到3.5元 那现在要变成4元 未来甚至会有来到5元的一个状况 所以台积电的鼓励 也会从原本2020年 这红色的是现金鼓励 一年配10元 然后上升到一年配11元 那2023年的时候 已经上升到一年配13块 那2024年的时候 会上升到一年配16块 16块怎么来的 就是四乘上四嘛 因为台积电是一季配一次 每一次配4块 那4块钱不是高点 也不是天爬板 到2025年的时候 它会持续的往大概4.5元的目标走 然后到2026年 甚至有更高的一个价格 可以去做一个期待 所以台积电的这个获利 这样持续的在走升的过程中 投资人怎么能够放掉这一档 台湾竞争力最强的公司 所以现阶段台积电的一个操作的策略 其实就维持着 我在过去这一年以来的一个主张 就是一张不卖 一张不卖 那这个是我在现在目前 这个台积电的库存 跟它的操作的一个策略 那过去两年前 我就跟大家讲 我要买进10张的台积电 那还蛮开心的 在去年有成功的完成这个10张的布局 那以它目前的当初成本价大概在494块 然后目前的市价来到836元来看的话 那目前的盈亏报酬率是来到337万 那如果加季这几年我领的这个 还有鼓励 对 领了20万的鼓励来看的话 像目前的未实现的报酬率是来到357万 报酬率是来到72% 那很多的投资人可能不用等到72% 搞不好赚7%就想跑 但是我跟大家讲 即使获利已经来到72%的台积电 我还是维持一张都不想卖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导播回到我们刚才那张EPS的那张图表 刚才不知道特别提到说吗 2025年的台积电EPS会上升到46.9元 那有了EPS我们就可以合理推估出 它未来的目标价 那以台积电过去60天 60天的平均的本益比 它还落在23.3倍来算 那我们导播就打一下 46.9乘23.3 1092 1092 对啊这个就是2025年台积电 以它这个获利 然后乘上它近60天的平均本益比 如果在23.3倍 1092就是它的合理目标价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外资给台积电目标价目前平均起来 花旗环球看到1030 汇丰看到1025 这个数字不是空穴来风 他们是有本钱 有底气所算出来的 对这个还是2025年的获利的目标 那台积电未来的获利 2026年会更高 2027年会更高 2028年还会再高 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 成长的轨迹的过程中 你怎么可能即使因为台积电 赚了72% 你就想要获利了结呢 因为当你把眼光放远的时候 你会利用好公司 帮你创造财富 这时候才是投资人 在投资上我觉得最能够创造真正财富的地方 太好了 谢谢庆龙 请先回座了 所以我们明年的此时此刻 还要像刚刚一样 把今年2024年5月21号的画面 再截取下来 来印证一下 这到底1000块钱以上的目标价 有没有机会达到 庆龙的建议跟分析 就用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后来谈一谈 又好一阵子 没有提到面板了 最新报价出炉了 5月不管是大尺寸 中小尺寸的价格都有涨 但有一个破绽 来自于涨的幅度 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的积极了 面板液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温度 休息一下 进就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